六子不鼓励打坐 为何留下肉身菩萨 所以各位先生 这个就是内涵 那个外表形象 行至咒 一咒是最有威仪 而且又可以持久 那六子不希望我们凡人打坐 因为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手在 你只要说已经启发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不管行至咒误都可以 他不会反对的 他的反对就是我们凡人的打坐 把所有的念头都要打死 那六子说不行 那个念头是我们佛性的功能咒诱 你把他打死了 就等于打死佛性 所以他才反对 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说他反对咒 那个行至咒 那个咒是持久 而且又有威仪 所以还是以打坐来给人看 释迦摩尼佛也不鼓励我们打坐 可是我们看到的形象 出来都是打坐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重点没有抓到 不可以 你要抓到重点 你要用什么形象来事先完成 那个都没有关系 都不关紧要 只要是在 一定要了解说 发挥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才可以 不能说你百悟不思 然后做了就跟无情 石头四目一样 那没有利益 对你没有利益 对众生也没有利益 你已经了解到佛性 你可以度化众生 然后你可以献威仪 让众生来学 那有什么不可以